多年以后,我仍然会记得自己在提瓦特疯狂钓鱼八小时的那个下午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云 那么这是一期推荐入坑原神的唠壳视频 大体来说呢,在疯狂直播原神九个月以后 老云我终于累病了 仔细算一算呢,我已经有超过24个小时没有直播 四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生产队的驴也没有这样斜的 这样一个身为工作狂的我,感到非常惭愧,无地自容 可以说是无地自容,有容乃大,大千世界,界限突破,破罐破摔 于是呢,我今天疯狂扎了半只胰岛素啊 并且连喝了两杯无糖咖啡 对自己的身体启动了强制开机 力求做到在自己的寿源耗尽之前,杜劫飞生 是做完一期视频 那么首先温馨提示一下 胰岛素请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过量注射不利于身体健康 不利于身体健康,小心别把自己打死 那么这期视频呢,是在我个人情绪 从焦躁逐渐回归平稳的一个过程中制作而成 与其说是推荐原神呢 更多不如说是我对自己调整心态的过程进行一个分享 说白了就是给我的唠嗑水友们看的啊 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写这篇文案的时候呢,背景比较复杂 首先就是B站有很多up主呢 进入了一个听耕桃 之后是社会上的许多人呢 进入了一种奇奇怪怪的对立 比如男女对立,游戏厨对立,工作氛围对立 当然原因呢,是现在经济还没有复苏 大家压力也都挺大的 所以我直播间时常蔓延着一种迷茫的氛围 就是大学生快毕业了,偷工作 甚至微信群也时常出现一些吵架啊 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作为一个主播呢 我本着服务水友的宗旨 在做了若干个游戏捞科攻略视频之后呢 决定更新一期人生捞科攻略视频 没错啊,看到这里你大概感觉到了 就是我将在这一期视频里呢,塞进很多内容 如果你现在没空看,可以先点一个收藏 等你下班放学,不忙的时候呢 再回来听我扯毒了 OK,那么废话说了很多 这里正式开始 本期视频没有广告 首先说的就是大学生即将毕业的一个迷茫的问题 最近我呢,刷B站经常看到很多学生啊 说自己是孔一姐 拖不下长山,找不到工作 说简单了呢,就是一个工作的问题 那么看到这呢,我首先希望你能够摆正一个态度 就是不要把我当成网上的一个up主 就把我当成一个32岁的老哥 可以把我当成家里的兄弟 或者小叔或者二九一类的长辈 我呢,不想强行跟你灌输什么 只是作为一个朋友 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我从一个社会废柴 到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游 再到一个负债累累的不良中年人 最后到现在一个靠着直播 勉强养活自己的普通人 那我的经验分享呢,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我有成功快乐的一面 这些呢,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唯有失败踩坑的时候 这些呢,希望你看到以后能够引以为戒 那么我的人生呢,简单来说 就是高中毕业以后 我爸被他随手骗 把我送去一个民办大学 然后我呢,念了两年之后 果断退学了 之后在家无所事事 网恋认识了一个南方姑娘 然后奔线,谈了四年 之后那姑娘呢,嫌我没钱 送了我一顶鸡色的帽子 于是呢,就分手了 之后我了无牵挂 开始成为一个出国导游 赚了钱之后呢,开始跟别人合伙 包飞机,再到疫情呢 赔了个金光 加上负债累累 紧接着就得了糖尿病 差点嘎在南方 现在呢,回了东北老家 几次找工作 但是呢,公司呢都黄了 然后被封在家 眼看着就要饿死 当时家里呢,仅剩一台电脑 于是我不仅拖了长衫 而且开始擦边 简称我擦 那么经过九个月的不懈努力呢 我终于也有了1.6万个粉丝 什么?干了九个月才这么少 你为什么还不退网 你一个三十多岁的臭大叔 谁愿意看你 别愿意看赶紧走啊 取关,拉黑,知道吗 真是的 简单来说呢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 那你为什么要在家直播呢 那外面不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干吗 没有错 老云我作为一个被家里宠坏的顶级废柴 送外卖撞车 送快递丢件 分别赔了好几百啊 去做销售呢 半个月拉到两万业绩 然后被小我五六岁的上司呢 想法设法给挤走 可以说啊 就是找茬 指着鼻子骂 虽然大家看我视频呢 是一个坚持擦边 脸皮比城墙还厚的不良大叔的一个模样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确实也是这个模样啊 现实生活中呢 我其实非常胆小 内向羞涩 不善言辞 也有一些社恐 不行 我说不下去了 我自己都想打我自己一顿 简单来说呢 就是现在的就业环境 确实不是一般的差 就是说我的智商 我不是搞不定职场 不是搞不定职场 还能是什么 没有错 我确实是个大笨蛋啊 我现在虽然靠着直播打原神 可以不会饿死啊 但是让我拿着 自己的简历去社会上应聘找工作呢 真没人要我 那种感觉就像 我现在注册一个交友软件 然后上去找女朋友一样艰难 就有不少女孩 她自己本身很普通 但是呢 要求你追她 首先得预备100个W 就是你在寻求一种合作 他们在试图CPU你 当然也有不少男性 伤害女性的情况 这里就是举个例子 所以说呢 找工作 这确实呢 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感觉呢 自己就是来这世上走一趟 兜兜转转 到处被推着走 最后呢 走投无路 没有选择 也没有退路了 于是大数据把我赶到了这里 终于被你刷到了 你居然也坚持看我的视频 啥也别说了 感情也到了 兄弟我先嘴一个 所以网上呢 有个说法 人要选择 没有退路的合作伙伴 这就比较有道理 我有仔细想过 我为啥会成为一个工作狂呢 主要就是因为 我不直播 不做视频 将会在一个星期之内饿死 很老也好 跟亲戚朋友借钱也好 一次两次可以 次数多了 我自己这张脸也拉不下 所以说我是怎么解决自己的迷茫问题呢 第一就是生活所迫 第二就是我得活着 这就能看出我的智慧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想他们那么多干啥 干不干 不干就得扼着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完全停止了传说中的精神内耗 什么父母离异带来的伤痛 身上穿了三十年的孔一级同款长衫 为了能有口饭吃 我不仅脱了长衫 我甚至把自己脱了个一丝不挂 带领我的各位水友 全方位立体化 多角度的观察起了二次元美女 那近乎完美的大渣 在视频里加入了 我自己看了都想抽自己 三十个大嘴巴子的擦边内容 我不禁想起了乔布斯当年 说他自己在印度学习 苦行僧佛教文化的时候啊 并且与他产生了十分深层的精神共鸣 但即便如此 我还是不会选择苹果手机 只有在PCC买的荣耀 才是我永远真爱的选择 我要是有做视频发达那天 那我也得选华为 谁劝也报使啊 就是这么叫 所以说PCC到底什么时候给我打钱 严格正传啊 看我视频的孩子们 我知道 除了你们这个年纪 对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好奇 多尝试一些工作 也不能说有坏处 但是最终我们每个人 还是只能选择一件自己 钟爱的事业 然后无视叫其他的任何条件 毫无保留投入工作之中 并且不要在工作中 完全的追求快乐 本质来说呢 工作就是一个吃屎的过程 当然我不是说 要让你们接受压榨 就是一个长期的关系 不论是工作上班还是恋爱 结婚都有一个指标 这个是必须遵守的 那就是对等 说人话就是给多少钱 吃多少屎 也就是说 当你足量服用了屎 你的老板没有给你相应的钱 或者说你的对象 没有回应你对等的爱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剥削 也可以被叫做填走 拿我举例啊 坚持这九个月 我和我的1.6万个关注我的水友 就保持了这样对等的关系 我努力直播更新视频 你们呢 给了我相应的关注 有钱的捧了钱场 让我不至于饿死 没钱的捧了人场 把我的视频看完了 甚至还给我点赞和投币了 这就是我给自己面对的生活的第一个答案 那就是在给予自己足够的尊重和爱护的前提下 尽可能呢 去对这个世界表达一种爱 客观来说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呢 是靠着胰岛素活着 如果时间调回到100年前 我这种情况不可能还活着 所以说呢 尽我所能做到一切 让此时此刻的这个世界呢 变得更好 这就是我给自己这短短几十年的生命 强行赋予的意义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我也遵循着自己的这个原则呢 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份对等 并尽可能做到温暖和长情 我会选择这样的生存策略呢 最初来自于佛学的启发 大致就是将自己去融入这个世界 去与他人产生更多连接 以确保自己的存活 那前辈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呢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什么叫拖不下长山呢 在我看来本质就是不肯对等服务他人 试图通过各种方式碾压 甚至剥削他人 这样的思维方式呢 大概就是古往进来各种冲突与矛盾的根源 所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人人不得平静 直到我呢来到了原神这个游戏 原神作为一款游戏 本质上它是一个商品 它跟我之前玩过的大部分游戏都不一样 我们老男人玩游戏 基本上都是在释放自己战场模拟的一个天性 怎样在游戏中胜过对手 甚至拿捏对手 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主题 各个游戏厂商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 想方设法去激发玩家之间的一个矛盾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渔翁之力 那原神这个游戏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 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把PK这个环节取消 甚至你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完全不与其他玩家社交 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你清静放松的一个体验 老云我就是一个菜逼啊 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游戏中 我在很多游戏里呢都是被人拿刀追着砍的那个 直到我呢玩的原神 那天我是被封在家里 然后我当时身上实在也是没钱了嘛 上班的公司也倒闭了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 于是就在原神里呢 钓起了鱼 想去换一个鱼叉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我从早上十点钓到晚上八点 终于钓完了 我那一天呢放下所有烦恼 眼睛只盯着那个钓鱼的那个毒条 我什么都忘了 我放下心里所有压力 心情逐渐的从恐惧焦躁呢 转向了瓶颈 然后我就爱上了这个游戏 于是我也没有再找工作了 我开了直播呢 并且把这种瓶颈的心情 分享给我的每一个水友 并且工作到了今天 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份瓶颈 他们选择退群 选择取关 甚至选择呢到评论区喷我 其实看到水友喷我 我心里是非常非常难受 这几天呢 我打掉针的时候 我也时常怀疑过自己 但是我看到我自己这个微信群呢 还是这么热闹 看到屏幕前还有1.6万个你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觉得自己还是被需要的 我觉得原神真是个好游戏 直播这九个月呢 有很多人跟我说 原神节奏太慢了 剧情不能跳过太烦了 我想说原神呢 是一碗精心熬制热腾腾的一个羹汤 而不是一份快餐炸鸡 对于没有耐心的人来说呢 只会觉得热汤烫嘴 并不能从这个小伙慢顿的一个错隐中 感受到他的香浓和鲜美 是啊 每个人都被这个时代呢 裹挟着滚滚向前 懂得卖下来品位的人 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 但即便如此 我又有什么立场 去指责那些勇敢面对生活 一路拼搏向前冲的人呢 只是有时候人总要放慢脚步吧 我时至今日 不肯原谅我自己 怎么就做生意赔了 把奶奶留给我的房子给卖 我不能停下来 我一定要努力挣钱 我得把债还清 然后再把房子买回来还给我奶奶 在此之前我不准我自己休息 一天也不准休息 但人过了三十 终究身体还是不行了 我感觉我的身体就在对我说 你还是歇歇吧 那一瞬间我想明白了 一个人呢 无止境的向前猛冲 可能并不一定能得到鼻子前悬挂的 那个胡萝卜 也可能会累死 然后回掉自己的一切 我又不是骡子 是不是也该试着慢下来呢 但当我看到B站呢 很多人吵着要停更 在看我自己的视频数据呢 也是一天比一天差的时候 我实在是忍不住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做的都是些什么垃圾啊 也许我就是一个傻逼转世 一边讲着一些擦边笑 试图证明自己比较搞笑 但当我终于再次静下来 慢下来 看自己的视频的时候 那感觉 也还是比较傻逼啊 那整体来说 我的视频呢 前面强行开头搞笑 各种擦边 各种讲话段子 然后中间呢 把一些干货讲的也不清不楚的 最后呢 更是尴尬的强行升华 成功做到了自己感动自己 然后面对这些作品呢 观众们也纷纷表示 什么时候更新 但是我现在呢 真做不出来了 原神我感觉我讲的也差不多了 全角色做了 生意物做了 天赋抽卡也做了 甚至全武器我都讲完了 我还能讲啥 我总不能一直这样透支昆昆 还有深刻的大杂嘛 我是真的很努力在搞笑啊 但我真的是个傻逼啊 别对我抱有希望 拜托了 做完这期我就停更 那是不可能的 从小我哥就说 我是一个话牢啊 一天不说话能憋死的主 停更 地球不爆炸 我绝对不带停更的 我对自己最理想的死法 就是做视频或者直播的时候 卡死键盘上 所以我最近呢 开了一个新号 正在录原神的素材 大体来说呢 想做一做原神新号 怎么玩这个系列 然后呢 就是讲剧情的系列 但是也不知道大家乐不乐意看 要是乐意看的话呢 麻烦把崔刚打到公屏上 其实我最想做的 还是原神的 提瓦特地底大发现 这一类的内容 发挥一下我导游的优势嘛 然后再讲讲原神里的景色呀 分别取自现实中 哪些景点啊 这一类的视频 以后大伙发财了 出去旅旅游啥的 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当然愿意来牡丹江旅游呢 那也是非常欢迎的 整点什么东北的杀猪菜呀 喝酒烤串 搭腰子啥的 你们出钱啊 我吃点回扣 卧槽 不小心暴露了自己黑导游的素质 大家放心啊 我们这边 宰客的黑心商家 差不多都饿死了 还有的 转行直播玩原神去了 比如我 扯远了啊 那总之呢 我想说的是 其实人生总有着一份艰难 但努力耕耘 我们总能在踏实的劳作中 找到一份生活的甜美 对于工作 我最好的朋友 送给我最宝贵的一句话是 挣钱不磕着 人生的每一份金钱与荣耀 都是靠着一点一滴的磨练 自己挣来的 当然 敢闯敢拼 固然很重要 但偶尔人总要慢下来 给自己一片小天地 用不伤害自己的方式 清空自己的焦躁 迷茫 还有各种负能量 可以是原神 也可以是其他游戏 也可以是电影 或者音乐 绘画 运动 旅行 什么 你说你选择伤害我 到我直播间 弹幕评论区喷我 你要不要听听 你自己在说什么 兄弟们 难怪我最近 总是一副要死的样子 就这种人 这种人 他网爆我 他网爆我 当然了 即使找不到工作 也不要否定自己 静下心来 你总能找到 自己的天赋和使命 旅行者 当你重新踏上旅途之后 一定要记得 旅途本身的意义 提瓦特的飞鸟 诗歌和城邦 女皇 鱼人和怪物 都是你旅途的一部分 终点并不意味着 这一切 在抵达终点之前 用你的眼睛 多多观察 这个世界吧 我这配音咋样 奇想天外 还招人吧 我去应聘 能要我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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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